Hey!大家好! 今天丁丁厨房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中式牛柳 非常好吃的 材料需要牛肉、洋葱、胡椒粉、生粉、鸡蛋、梳打粉、蠔油、生抽 开个汁就要糖、茄汁、杰汁和HP醬了 这个HP醬有什么不同呢? 这个HP醬特别好吃的就是Fruity 大家试了就知道了 好了,我们现在切了些材料先 牛肉就斜斜地切 而B角牛肉就加1汤匙生抽 1茶匙蠔油 1茶匙胡椒粉 1茶匙胡椒肉 小一点黑椒好好吃 2茶匙生粉 1茶匙胡椒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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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ーモ劑 bothered 这是1茶匙胡椒粉 糖 混合 半茶匙澱汁 還有兩個茶匙糖 為什麼這個醬汁特別好吃呢? 很簡單的 這個醬汁沒有加水 加了水就靠淡味 這個是由師傅的師傅調教的 大家記得了 好了,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炒香的洋蔥 煮了之後就可以炒過牛肉 牛肉最重要是不要炒過濃 炒過牛肉之後就可以下醬了 再下洋蔥 還有牛肉 拌勻完就可以了 下洋蔥 是不是看到也想吃的? 哇,這個中式牛肉 這醬汁醬著牛肉 快快都這麼好吃 大家儘管試一下,很棒!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就記得點讚和訂閱 多謝大家支持 看來看到都流口水啊 等一下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